一年一度的父亲节就要到了 苗栗太阳香公所举办 模范父亲及好人好事表扬大会 太阳香内七个村的模范父亲 齐居一堂 场面温馨 育有四名儿女的陈青亮 过去为了撑起家庭经济 长期旅外工作 但是想起孩子们时常为自己祈祷 感到相当欣慰 也希望将获奖的喜悦 分享给所有辛劳的父亲 因为我常年在外 跟小孩子相处 他们在小时候不多 小孩子也常常在家里为我祈祷 这我也感觉说 小孩子时时刻刻有在想到我 希望说我这个得奖 能够分享给我们太阳香所有的爸爸 另外就是说 也希望能够有带动的作用 另一名获奖的模范父亲 高纯青在警戒服务 过去为了给予子女们更好的生活环境 几乎是全年无休 获奖时不忘感谢自己的妻子 协助打理家中大小事 让她能够全心打拼 而她的女儿也趁机对爸爸表达 满满的感恩与爱意 几乎我这一年大概 我很少休息 就是为了不要让我自己过我以前的生活 让他们过好一点的生活 这件事情刚刚我女儿讲的 所以我就很少在家 所以要感谢我的 我的那一人就是把我小孩子长大 那其实她在我很小的时候 很少在家里 那其实我跟哥哥也知道爸爸很辛苦 就是在外面 就是因为有公子的身份 没办法有什么台风 也没办法回来 那今天爸爸可以得到这个奖 其实我觉得 真的就像大家说的十字名归 然后我跟哥哥都还是很爱爸爸这样子 有没有什么话是平时想对自己的父亲说 但不敢说的呢 也许能趁着父亲节向父亲表达内心的感谢与感受 本市新闻二十一过苗栗台湾采访报导